来我们来看到 卓冠婷现在是 社会事件新闻男主角 冠婷 你看这个柯文哲的官司是怎么样 柯文哲不告你还好 告下去不得了 现在细节全部摊在阳光下 还被发现 原来柯文哲曾经 在什么新竹的豪宅茅胚屋 密会高洪安 新竹豪宅真的很多 每次跟高洪安有关的新闻 都跟豪宅有关系 容我稍微讲一下这整个官司 2022年年底地方选举选完之后 其实当时大家讨论一个重点就是 这是社会公共的议题 以前柯文哲在台北市 或者在立法院 其实就有民众党塞人 计身市府的记录 所以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 你高洪安选上的新竹市长 柯文哲身为党主席 会不会也一样 让民众党的人塞人 计身新竹市政府 而后来我接到了一个 很权威的爆料 那我点出了在2022年的 12月4号这一天 在新竹 柯文哲跟高洪安 有一场密会 而这场的密会 其实他们谈的内容 其实就是在推荐人士 那我当时的用词是说 柯文哲塞人到高洪安的市府团队 然后高洪安并没有照单全收 那后来两个人也传出了 有爆发一些口角 然后后来闹得不欢而散 你说这样脑子就去门阁了 我有讲这样子的话 那我有我查证的方式 我有我的消息来源 那后来在这整个 法律的攻防过程当中 缠送了一年多 开庭了三次 柯文哲完全没有出庭 不好意思 所以我要抗议一下 就你的时间就时间 我卓冠庭的时间就不是时间 然后我就出庭了 他这无缘都没去 然后我出庭 当然跟他的 无论他传的证人 他的律师 然后以及他的置数状 有进行攻防 那我讲结论 结论就是卓冠庭的爆料 在12月6号的爆料 人事实地物全部正确 那柯文哲他们后来 争结的点是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说 他们两个是讨论用人哲学 而不是塞人 讨论用人哲学 然后后来刚刚完受访也讲 柯文哲有推荐人给我 我用了谁 不是证明我讲的是对的 他们在意那个用字显直 对 他说不是塞人 是讨论用人哲学 然后另外呢 说他们两个没有起口角 没有不欢而散 不是嘛 孟起 我今天讲话 跟你讲话这个声音 如果讲话大声一点 旁边的那个 明佑看到可不可以说 我们两个感觉不欢而散 这是评论嘛 他可能主观这样感觉 感觉我们两个在完结 结果他告诉我这两点 当然最后 因为有很多的过程 那细节 我因为节目不要浪费大家公众资源 细节我不讲 公访到最后 法官判我一审无罪 可是在这审判过程当中 柯文哲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传了两个证人到现场 一个证人是柯文哲的贴身秘书 一个证人是柯文哲的随护 他们传他们到现场 要证明什么事 他们到现场跟大家讲说 我们两个人当天陪柯市长到现场 我们待在一楼 看着一台摄影机 然后有监视器 然后柯文哲跟高宏安在楼上 而那一间楼上是一间 建新建案里面的毛胚屋 而在那个毛胚屋里面只有柯文哲跟高宏安 只有他们两个人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他们在讲什么 不是嘛 后来我就问柯文哲的随行同仁 我说你为什么可以这样证明说 我不知道 他的意思是讲说柯文哲市长 什么事都跟他讲 只要没有跟他讲 就没有这件事 不是 这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你 这全部都在法院上直接讲 就是说 因为柯市长很信任他 所以如果他真的跟高宏安没有吵架 就没有嘛 可是如果有吵架 一定会跟他说 不要这逻辑我觉得很怪 有一个差出去我差提一下 柯文哲在法院上面 把自己的贴身的秘书跟随护传去现场 我说真的 柯文哲你是要害死你同仁是不是 在现场如果说谎 这七年以下的刑责 他会不会态度上想要保护你 这我们都知道 我说这是非常陷入危险 没有一个政治人物 会自己传自己的随行同仁去现场 我为什么都要讲 你知道吗 我甚至还问说 那陈佩琪跟柯文哲 讲什么都会跟你讲吗 当然我被对方律师打断 说本来无关 但我说这个工坊的过程是很惨烈的 好我回来讲 然后结果他们后来透露出这个讯息之后 也证实一件事嘛 他们在一楼看那个监视器 也听不到二楼讲什么的声音啊 所以你怎么证明 你知道他们没有吵架 好 再来 我的律师后来很聪明 就问了对方说 你们说现场坐他们两个 那你们到现场之前有先去敞勘吗 那一栋到底有几个出入口 有几间房间你们知道吗 都不知道啊 说不定楼上早就有人啊 对啊 说不定张铭又躲在厕所啊 不是 这都有可能啊 所以你怎么可以 还是说毛胚屋没他味啊 还是怎么样 没有 那一间不是只有那一间房间嘛 不是只有那一间喔 他是在那个毛胚屋里面谈嘛 好 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法官后来很清楚知道 卓冠廷不是无地放始 乱讲晚上做梦 梦到一个事情乱讲 不然我怎么会人事实体屋都讲对 我真的有这场会面 然后所以最后判我无罪 好 这第一个我要讲 第二个 没想要爆出案外案 就是梦琴你问的 就是柯文哲你是对啊不对啊 你们传自己证人 然后帮你自己作证 而且你自己的律师问他 结果自己讲出来说 对 柯文哲主席跟高宏安市长 两个在一个建商的毛胚屋里面密谈 这对啊不对啊 这哪一个政治人会做这样子的一个 而且为什么要到人家建商的毛胚屋里面 所以后来他必须有很多要解释了 第一个 你们两个讲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要在建商的毛胚屋里面讲 第二个 这一栋毛胚屋是谁的毛胚屋 跟谁有关系 对啊 什么人去的 老实讲 我不知道啦 但是呢 我觉得四叉猫真的是神人 没讲到四叉猫屋居然知道 他就去查出来说 他有去查耶 这是一栋之前新竹的县的前议长 谢文靖 他曾经用过的竞选总部 然后呢 在新竹当地是一个 卖了九年的方子 但是卖得好像没有很好 所以里面可能还有买 我们现在画面去懂啊 刚才有一些画面 一瓶四五十万啊 这是今晚的卫民啊 对 改名三次啦 我要讲的重点是说 这就是你们的新政治喔 就说 我官司是一件事嘛 我们互相攻防嘛 你认为我有诽谤你 我认为没有诽谤你 然后基于事实 总案庭的人事实际度都讲 对啊 我们就攻防 可是你今天在社会上你要面对的是 大家回想一下好不好 各位观众朋友 2022年的年底 12月4号 一个市长 柯文哲还没卸任 对 一个新竹的市长准备要上任 嗯 两个人要见面 偷偷摸摸选的地点 是一间建商二楼的毛胚屋 嗯 你们在干嘛啊 欸 你这很诡异耶 而且柯文哲说过 我讨厌密室协商 对 一定是很公开透明的啊 对 然后最后 你会这样喔 当这件事情最后建设有灯消去 因为我会知道消息就是因为 一定是讲白了有人 有人把消息传出来嘛 嗯 那为什么他会生气 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个事情 也不是很光彩 然后所以后来他采取的策略是说 我要告诉安宁记棋 我爆料完了 我要告诉安宁记棋 不是 按你的动机 拿你开刀就对了啦 不是 按你的动机就错了嘛 我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 你有没有塞人又寄身是否 这是社会可评论的公共利益 嗯 然后你告我的动机 不是公共利益 你告我的动机是因为 我要杀他祭棋 嗯 所以你最后当然会输嘛 嗯 而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也是希望 能够让全民能了解 就是说 在法院公开审判的过程当中 很多真相 社会终于知道 是 柯文哲可以在 他台北市长还没卸任 高宏安还没上任 嗯 选择跟高宏安密室的地点 就在新竹的建商的毛培屋 以及 他最后承认 他们说他们聊 讨论新竹 用人哲学 你觉得这算不算塞人 这算不算推荐人士 大家心中越把持啊 柯文哲跟冠婷的这个官司 为什么 最后现在被发现 跟高宏安 一个还没卸任 一个还没上任 两个人又去豪宅的毛培屋里面 到底是在谈什么呢 今天呢 因为柯文哲在中午12点上完广播节目之后 其实媒体朋友有本来要独访 但是柯文哲这一题他没有回应 那么另外呢 民众党的发言人他怎么样说 他有没有针对到豪宅密会里面来讲 没有 目前我们看到民众党发言人是讲说 卓冠婷的律师说什么塞人是为国举裁 跟大众基本认知相差甚远 更凸显卓冠婷需要律师硬拗辩护 都在说你硬拗就对了 不是啊 我律师当然帮我辩护啊 不然要替什么人啊 你评论他是硬拗 我尊重你的评论嘛 我也说你的律师在硬拗啊 这互相攻访 但我要特别指证吴宜萱一点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今天CG没有写 但我一定要讲 我跟吴宜萱也算认识多年 以前他在媒体啦 但是你当民众党的发言人 我觉得你基本查证事实要做对 你在骂我的新闻稿 讲说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民进党发言人 不好意思喔 我当时议员也还没就任 我当时也不是民进党发言人 所以你的基本事实 可不可以用一下Google跟Wikipedia 不要连跳出来帮老板辩护 骂人事实都弄错 基本事实讲对在骂人 这是政治ABC啊 所以当时你是已经酸掉 但是还没有上任嘛 那时候时空背景是这样 接下来我要请教青皇的是 刚才有讲到四叉猫开始厉害 他真的去查出有关于这个豪宅 哇他说这个豪宅屋龄九年 可是后来因为这个卖不掉 改过三次的名字 所以被称为所谓新建案 另外他说为什么柯文哲跟高鸿安 孤男寡女躲在豪宅二楼秘会 当然四叉猫这大家听有啦 就是在学业元支的那个口气嘛 学业元支在讲那个黄姐跟中嘉宾那件事 好他就说这个过两天 卓冠廷就知道这件事 那有这么奇怪 到底是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 还是民众党内部真的口风很不紧啊 秦皇你怎么样看呢 这里面的东西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 自从韩国瑜用完之后呢 大家现在都很爱用这个字 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 但是我们这样讲 这个建案卖不掉 改名字再卖 这个是常有的事情 但大家在质疑的是两个点 第一个这个四叉猫 他查出来的资料当然很夸张 为什么第一个来你先看 他其实为什么提到说 新竹市议长谢文靖参选 新竹市长的竞选总部 就刚刚前面冠言又提到 这他们密会的地点在这个地方 因为大家都知道 后来谢文靖支持谁 谢文靖在2022年大选的时候 是支持高宏安的嘛 然后谢文靖等于说 他自己的外甥 你注意看四叉猫写的内容 他发的脸书 第一个内容是讲说 这是谢文靖当时选新竹市长 那时候是2018年 他跟林志坚选的时候 所以那个竞选总部 是在这个地点 新竹是东大陆二段118号 第二个他里面提到 我刚刚讲说除了挺高宏安之外 当时他的外甥蔡文胜 他也代表民众党选这个新竹市议员 然后他当然也是帮谁的 帮高宏安的嘛 然后再来 所以他在问的是 这一栋建案 当然跟谢文靖看起来是有关系的 连在一起 连连看 然后同一年 他既帮高宏安选举之外呢 那柯文哲跟高宏安在这里面见面 请问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他会问一件事情嘛 你们如果是正常的事情 这个没有事情是不能对大家讲 可以大方公开的话 在新竹咖啡店也很难找吗 我们新竹咖啡店也很多好吗 而且台北也很多啊 他就算来新竹市 他就来新竹市找高宏安 比如说这个民众党党党主席 找我们这个党员选上新竹市长的 找他谈事情 你可以大方的选在新竹市的咖啡店嘛 这我们都可以理解了 那再讲一个更简单的东西 请问高宏安在那一年 因为他这个时间点已经是12月多 当时高宏安既在新竹有办公室 也有竞权总部 你就不能在这两个地点吗 就一定要另外找一个这个毛胚屋吗 对啊这真的很怪耶 是嘛 所以你看你办公室你也不要 你自己高宏安竞权总部你也不要 你可以找咖啡店你也不要 那新竹市餐廳多不多 那到底是要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才要这样子 我再讲一个白话 新竹市有包厢的餐厅多不多 也很多嘛 那你为什么连有包厢餐厅也不能找 有包厢的餐厅 一样也有一定的隐私好吗 那种隐私性你可能也是顾虑 什么顾虑 你怕被人家看到 或是怕被人家听到 或是怕被人家收音 所以他们在讲你看连那个吹哨者 要见面的时候 都要找到很隐秘 那边风比较大 他们可能怕到南辽宇港去的时候 连彼此讲话都听不到声音 所以可能没有考虑到南辽宇港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当时大家在讲说 那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在谈事情 你有这么怕人家知道 怕到还要去告卓冠廷说 卓冠廷只会讲我说是塞人 你想说这件事有很重要吗 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嘛 所以以后卓冠廷讲话 好像文雅一点 不要乱讲这塞人 不是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 其实这个图就是那个地点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提到说 这是前议长谢文敬当时支持高永安 那个地点谢文敬用过当竞争总部 那谢文敬的外甥蔡文胜 在当时也选议员 这就是当时选举的图 你没有看到 挂着民众党 穿着民众党的衣服 然后新竹市北区市议员候选人 那后来蔡文胜变成什么角色 后来蔡文胜在我们新竹市 也当了农产运销公司的副总经理 那你在看这个新闻 当时高永安 在出庭的时候 他们也到台北来立庭 那这一层关系看起来有没有比较轻 有了嘛 所以你看这新闻里面写什么 写新竹市的这个农产运销公司 总经理跟副总经理蔡文胜到台北地方法院 然后去挺高永安嘛 所以等于说他们跟高永安之间的关系连结很深嘛 所以大家就问一件事嘛 就是为什么第一个就是你找的地点 会一定要在毛胚屋里面去谈事情 然后第二个高永安事后有没有提到说 推荐人这件事情 柯主席有推荐给他 也有嘛 所以两件事看起来都成立 那为什么当时一定要告这个动作 显然柯文哲在当下的情境 他是需要通过告这个动作呢 来带一个舆论的风向嘛 是 所以这才是事情的状况嘛 先告先赢嘛 反正先告 让舆论让子弹飞一阵子嘛 那个时候的想法 我觉得他就是诉讼上面 来带声量跟舆论的风向 这是他真实的需要 要不然推荐人是事实嘛 那我只问一件简单的事情 塞人推荐人为国举裁 请问这些名词本身有很重要吗 所以是不是冠婷之前 如果他是讲为国举裁 可能就不会去用歌啊 这样听起来怎么看就很好听啊 是不是这样子 他们就是这样 事后来讲啦 我认为我当天用什么动词 他都会告我 他要规避的是他们这个密会嘛 不要让你把这个事情公布出来啦 因为冠婷的讲法等于说 你一直讲公开透明 各位你去想一下 请问柯文哲去年选总统的时候 是不是又提到公开透明 那是不是他一直在主导 政治就是要公开透明 好像从2014年柯文哲在选市长 第一次开始 一直到去年选总统都是公开透明 结果做的都是什么 那句话不过一句 是 我们用一贯的标准 因为柯文哲 你面对别人的那个延迟 就是我讲的话的程度 是宽还是松 你看你自己怎么对别人嘛 对 你看他以前怎么骂别人 他骂人家是狗嘛 骂人家是太监嘛 就是他骂别人的时候是那个 那个重的尖如刀割 然后面对别人对他的评论的时候 他是脆弱如玻璃 这就是让人家觉得很瞎的地方 这是玻璃心的部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继续来请教温大哥 柯文哲口口声声主打的公开透明 为什么最后被揭发 是偷偷摸摸在毛胚屋里面会面 等一下回来继续来关注 我会继续来评论 我会继续来评论